第九場,三班拍千四 重回馬五號的智力寶,十號團結力量和十一號三生好運 馬友冠,行雲流水智力寶,高明進將和家應精彩狀態都比較突出 就是多馬鹼 二,標準頭王,我相信他,由大摩馬房轉頭偉大馬房 先看馬友冠 之前看二班,都覺得他的狀態很合理 這一課跳過擔起頭,很神器 又是彈力十足,不浮不粗,狀態好 轉扣用潘頓,標準頭王 偉達這隻跟他跳,即偉達招呼他,沒那麼搶口 叫做掩蓋了一些,落草地走過馬身的肌肉還是很明顯 Hello Daddy,464 他都開始身體沒那麼濕,最重要是他不搶口 是日漸適應,正在上力 但是上次單騎領放,這次未必得 上場嚇到我爸爸,行雲流水 不嚇到,那你有沒有分中才行 行雲流水,這隻就有機會頂著Hello Daddy 走過還是松茸的,狀態也要保持 每隻都有機會,看看智力寶 經常說他分進分進,牠長長都跟你撲上來 真是忠心好馬 這次用莫雷拉,狀態還是沒有走樣 要先捉住牠的場,看看高明進章 這隻馬走過越來越輕身,之前還有肉身 現在走過都是松茸,狀態也是對板 很健碩,這隻大自然 對,真的很大塊,三月曾經缺過貨 兩貨大閘還是普通一點 我想高伯伸都不心急了,可能隨時下季才看 有藝君子 牠都開始沒那麼急口了,起碼叫得順了一點 但還是單薄一點,隻馬還沒到時候 九和十,街都立了,才是街應精彩 這隻就功夫做到足,隔了一個月再試雜 這貨走過還是很集中,神閒氣定 真是沒有塞,這場團結力量 上次不是塞的,被人撞進去 好想找到位,走過還是乖巧了 還有那麼多小動作,未是最好,但一定有能力 三生好運 走過還是挺急勁的 但來到這個分,對著這群對手,可能會比較刺 今早我選了一隊星班Handbox 兩位拍檔我選一隊落班的,就立了 街應精彩,和團結力量上一次 都看回賽事片段 那場潘頓留意電信火箭 團結力量一直想出來,使出風 不斷推他過去,不斷封他過去 我覺得有設計對白的 回家就說,入回去吧,世宅 麻煩了,批我過去 還好,不用找位 反而那隻街應精彩,當日背著頂榜 不斷追,追回很多 不過中間你看團結力量,這裏來邊 發幾邊就很好反應 給你頂完,終點前加速依然這麼好 不要忘記當時初跑了1400 街應精彩,上次重榜的關係都有影響 因為馬不是很大隻 但是這次形勢不同,賽事一課來就很厲害 起步一晚,但中間都捉不住 中間前很厲害 這次升班減了這麼多 何志如和家應上季都合作成績不錯 今季少一些,看這隻家應精彩 這次揹著手機都是好處的 團結力量也很厲害,有個數據 都可以參考一下,關於團結力量 原來史卓峰和這匹馬上名字都有50% 包括剛剛就贏了 這匹團結力量也很厲害 上次是初跑1400 直路,通常的後生馬被撞來撞去 平衡都會失去 你丟過去之後,中場還要再贏 彈開對手 所以贏馬姿態也挺有說服力 這次一樣,又排了很多 預計不需要留到很後 你看這隻馬來到香港之後,適應得快 也試過用不同的跑法都跑得好 覺得這匹馬目前在這三班上有好處 自己的步速形勢怎樣 都要聽Alice怎麼說 你剛才說家應精彩市集轉彎很厲害 但今次速殺走位頭預計 他二跌二位,沒有遮擋 阿家傑,你怕不怕? 會不會太厲害,逢風聲 我也怕,但是… 一二三檔都好賣 因為搞好位跑 家應精彩沒有遮擋可能差一點 但我自己覺得 這場賽事除了行雲流水放 剛才說了HelloDaddy上次跑得好 都是放在前面走 與其被人撐了三碟 不如走快點,走去二碟 拍著那隻行雲流水一起放 因為始終要克服前面的步速 要比快點才能搶到好位 所以步速可能會快一點 中等差不多,就給你遮擋 你家應精彩 剛才說團結力量咬好位 沙拉你選了標準韓皇 在這裏都是跟著好位跑的 有遮擋先 但這次另外一隻落斑的馬有貫 這次如果快點步速 就應該好跑一點 標準韓皇一次過同場看了 看回這隻馬近五場 全部排十檔開外 長長愛當,但長長都有追 看回尤其是這一場 二班千四米 當時對著他是進龍區 健快聯盟,後面標棄 現在充實贏那隻是罪財 他只不過是輸給這堆馬 是四分三的馬位跑回第三回來 表現真的有響有獎 差一點點拿到第二 如果純計級數 這次落回來三班 對著這一群比較側身的對手 不論出賽經驗還是級數 我相信他還是佔先一點 是撿到133磅 可能是133磅砸一磅 但如果這場賽事 好像預計前面有些馬拉迫快一點 他都是咬住標準猴王那些好位來跑 如果交出水準 我覺得他隨時有機會 殺低所有的側身馬都不出奇 但當然,另一隻標準猴王 這次轉為韋達 用潘頓,沙拉尼你們選了 但是潘頓加韋達,今季未贏過 我相信檔位,數據是拿來破的 街九兩隻星班,我們選一隊落班 講一下標準猴王的進程 其實剛才Alex選了一隻馬 很明顯看到標準猴王 拉斯有少許弱勢 但是,看看上次賽事 田草千四 這場是強組 對著什麼馬? 其實真的很厲害 幾隻都是二班有表現的對手 翡翠精選、二郎、標棋 其實二、三名的馬之後再出都可以保重 所以這一場是二班強組的form line 計form line在這一組沒理由不夠跑 看到其實轉了馬房之後 韋達重新再幫這隻馬做一些功夫 雖然陣上的表現比較均速一點 但是有另一個數據你又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這隻馬它用到潘頓這次賽事 一定要高度留神 因為強配、潘頓、任馬合作方面有三次 是有優惠Q回來的 所以憑著它的好檔 而且近期偉大都幫它試襲加陸草地 這麼精銳的部署關係 我相信似乎其他外檔馬 即使頭段會拿走組段部署 它那個一檔應該都會推前一點 我自己在今場都會選這隻跑法 相對較為主動一點 有了form line支持的標準效果 好了,今天第九場研究完畢 休息回來看完美場 GBHK